一头老山羊学会直立行走 模仿人类的行为 将母鸡诱骗到鸡舍角落 然后一口把这只落单母鸡咬死 张开嘴直接生吞了 食草动物为什么会吃鸡 难道它成精了吗 这家养鸡场最近出现了一件怪事 厂长发现这一个月断断续续丢了好几只母鸡 养鸡场里也没找到它们的尸体 搜寻许久之后 工人们只在几处角落发现了血迹和散落的鸡毛 再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这个奇怪的现象让大家困惑不已 谁也不知道那些鸡都去了哪里 这家养鸡场最出名的就是它家散养的土鸡 为了给鸡充足的活动空间 养鸡场被修建在一片山林里 环顾养鸡场周围的环境 厂长觉得那些母鸡很可能是被山里的野兽咬死了 这些动物找到外墙里把看守薄弱的地方 撕开口子钻进来 趁着没人注意偷走了鸡 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于是大家开始绕着养鸡场外围搜寻 想找一找是哪里的铁丝网出现了问题 让众人意外的是 铁丝网完好无损 即使有一两个破口 宽度也很小 估计只有老鼠才能钻进来 强行把一只母鸡拖走只会卡住 而洞口附近也没发现鸡毛等痕迹 这个假设被推翻了 真凶就只能从养鸡场内部寻找了 为了调查清楚这件事 厂长在鸡舍里安装了一整套监控系统 监控画面里的景象却让他起来一层鸡皮疙瘩 黑山羊曾经学会直立行走 诱骗母鸡走到角落 张开大口连皮带骨直接火吞 摄像头安装好之后 厂长盯着监控画面想要找出母鸡丢失的原因 没想到竟然意外发现了十分惊悚的一幕 只见养鸡场里的那头老山羊突然前腿腾空 后腿直立起来 在一群母鸡面前来回躲骨 有一只好奇的母鸡跟在了他身后 老山羊诱骗母鸡进入鸡舍 然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张开血盆大口咬死了母鸡 连皮带骨生吞了母鸡 厂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头山羊已经在养殖场住了好多年了 平时表现得温顺无比 谁也想不到杀害母鸡的凶手竟然是他 可山羊是食草动物 为什么会性情大便捕杀母鸡 他又是如何学会直立行走的 养殖场厂长百思不得其解 他把监控录像放到网上 请网友帮他寻找原因 老山羊直立行走 诱骗杀害母鸡的视频实在太过诡异 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观看 并迅速传播开来 一时间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头老山羊成了精 有人按照西方文化的说法 认为这头黑山羊变成了恶魔 才会学着人的样子直立行走 黑山羊在西方宗教看来是恶魔的化身 黑色的皮毛就是他被恶魔入侵的证据 许多恶魔都是头顶一对羊脚 引诱人堕入地狱 难道这只老山羊真的变成恶魔了吗 黑山羊直立行走 模仿人类行为诱骗母鸡 然后将其生吞 山羊真的成精了吗 虽然许多人都说这头山羊成了精 变成恶魔后吃鸡喝血 但养殖场厂长不太相信这种说法 这头羊虽然莫名其妙开始吃鸡 但其他表现还算正常 并没有开了灵芝的迹象 厂长觉得应该另有隐情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他请教了一位动物专家 希望能查清山羊性情大变的真相 专家看完录像之后 对这件事也很震惊 他也没见过为了吃肉直接杀鸡的山羊 他查找了许多文献资料 终于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 一则几年前的印度新闻 曾经报道过类似的事情 一头山羊在饲养员的训练之下 学会了两条后腿直立行走 这说明山羊是可以做到这种行为的 至于黑山羊吃鸡的行为也好解释 食草类动物并不是一直吃草的 虽然素食动物吃肉会造成消化负担 但如果体内缺乏某种营养元素之时 素食动物也会吃肉补充 他们会找一些小型动物补食 对于山羊这种有脚的动物 啃食骨头也有利于脚的生长发育 一些养殖场也会在动物饲料中 也会添加少量的肉或者增长 给牲畜补充微量元素 这头黑山羊长期住在养鸡场 就把母鸡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甘肃农户修建猪圈无意中 发现一个黄金大圆盘 造型奇特 专家鉴定为外国文物 估值1500多万元 还要求农户将其上交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 甘肃的老李是一名普通的农民 家里常年以种地维持生计 辛苦操劳几年之后 老李攒下一点钱 他准备做个小生意贴补一下家里 考察一番之后 老李把目光转向了养猪 和村里一位养猪户学习了经验后 老李在自家院子里搭建起猪圈 买了一窝猪仔 开始了自己的养猪事业 刚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 几只小猪都养得白白胖胖 可谁想到没过多久之后就出了问题 那时候正直下日 连着晒了好几天的大太阳 炎热的天气让小猪都粘头大脑 老李盼望着下一场大雨 不知是不是念到久了 当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 老李坐在屋里听着雨声 心里总算没那么着急 这下庄稼和猪都有救了 半夜老李被雷声惊醒 发现大雨还没有减小的迹象 这下可不得了 他想起猪圈里的小猪 赶忙跑出去 可惜他来得迟了 猪圈已经被雨水浇塌了大半 小猪们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猪圈的砖石跌落 砸死了六只小猪 这让老李十分心疼 雨停之后 他和老伴赶忙重新修缮猪圈 就在这时 老李愿强倒塌的废墟中 刨出一个箱子 甘肃农户修补猪圈 意外掉落一个黄金大圆盘 砸死六只小猪 农户却靠着圆盘发了财 看到这个木箱子之后 老李也特别惊讶 当初修建猪圈时 谁也没发现这个东西 没想到竟然掉下来 砸死了这么多猪仔 他把箱子放到一边 打算修好猪圈 再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临近中午的时候 老李突然想起 被自己遗忘的木箱子 他把这件事告诉老伴 老伴也不记得 家里有过这么一个箱子 他们决定亲眼看看 老两口用工具 打开箱子之后 里面的东西 却把他们下了一大条 只见木箱里 装的是一个圆饼状的物体 已经被黄泥覆盖住了 不过边角处 透出来一点金色 老李将泥土洗去 终于看清了 这个圆盘的真面目 圆盘整体都是金黄色的 上面还刻着 许多奇特的花纹 老李觉得 这个圆盘肯定不简单 说不定还是一件宝贝 可他只是一个 大字不识的农民 根本看不出里头的门道 于是他拿着圆盘 四处询问村里人 想碰运气 试试有没有人 认识这件东西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 大家都跑到老李家凑热闹 可谁也不认识 这是什么东西 有人打去说是 老李他祖宗 给后代藏的宝贝 还有人提议去城里 找专家看看 老李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 于是小心地把圆盘包好 带着他去了省城 甘肃农民在自家 发现一个黄金大圆盘 鉴定发现是 1500多万的宝贝 转家看完却要求上交 老李带着圆盘 敲响了省里文物研究所的大门 当他把圆盘 从布包里拿出来之后 在场的专家们都惊呆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 接过黄金圆盘 仔细端向了许久 这个圆盘是一件流金银器 盘内装置着浮雕花纹 外圈是相互勾连的葡萄卷草纹 还有一些小动物隐藏其中 中间一圈为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头像 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动物 银盘正中间是希腊酒神迪尔尼索斯 这是一件古代东罗马时期的工艺品 初步估价能达到1500多万元 听到这个消息 老李惊喜得差点站不住 可专家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冷静不少 专家们说流金圆盘 是一件研究价值极高的文物 希望老李能捐献出来 研究所愿意以奖励的形式 给他一定的补偿 思考良久之后 老李答应了这颗请求 圆盘本来就是无意间发现的 无论拿到多少都是自己赚了 况且还能给国家做贡献 经过几位专家研究之后 他们认为流金圆盘 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 是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体现出当年经济贸易的繁盛 如今这件文物 已经被收藏在了博物馆之后 诉说着古老的历史 湖北女子被山里的怪物掳走 返回后竟然生下一个猴娃 智力低下行为异常 经常浑身赤裸去追逐村里的妇女 举止像猴子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湖北长阳位于神农架南部 这里盛传有野人出没 当地还曾经出现过一个 举止怪异的猴娃增反射 许多人都说她是野人的后代 据当地人传言 猴娃的母亲在她出生前 曾遇到过一件怪事 那天晚上她走山路回家 林子里突然窜出一个怪物 这个怪物身形高大浑身长矛 冲过来把女人掳走 跑向了深山 女人失踪了好久之后才回到村里 回来后却性情大变 原本开朗的人变得沉默寡言 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 没过多久家里人就发现她怀了孕 足月之后生下了猴娃增反射 这个孩子刚出生就把全家人吓了一条 只见她浑身长满毛发 四肢也有些异常 猴娃一天天长大 奇怪之处也越来越多 她的头比普通孩子小得多 手脚却比其他人更长 甚至能伸到膝盖处 猴娃一直学不会如何说话 喉咙里只能发出几种简单的声音 村民们都说猴娃她妈从前被野人抓走了 所以才会生下这么一个像猴子一样的孩子 流言蜚语让全家人不堪欺扰 他们只能举家搬迁到别的地方 逃离这里 可曾凡胜表现异常的原因还是没有找到 这是北京的几位专家听说了这件事 专程赶来调查 湖北女子生下怪异猴娃 行为异常手脚长满长毛 浑身赤裸着袭击妇女 专家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很感兴趣 来到猴娃家里调查情况 他们发现曾凡胜确实异于常人 她的头小的出奇 两条胳膊却长得很长 甚至能摸到膝盖 走路时不会站直 只能耸着肩膀 看到几位专家 猴娃表现得异常烦躁 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吼叫声 还拍打着胸脯不停的蹦跳 捡起地上的石头朝摄像机扔过去 看起来像急了一只猴子 有位胆大的同行者给了她一个香蕉 猴娃拿到之后马上安静下来 坐在一边吃了起来 专家几次尝试和她沟通 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只能放弃这个想法 转而向身边的人询问情况 但让他们失望的是 曾凡胜的父母拒绝和专家交流 也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 这种回避的态度 让他们也不好强求 于是专家们想办法 采访到了猴娃的哥哥们 他们表示这个兄弟 从小就表现得与众不同 他无论严冬酷暑都赤身裸体 从来不穿衣裳 但他从来没有生过病 有时候他会跟在村里的女人身后 只要有妇女从家门口路过 他就会怪叫着追上去 把人家吓一跳 听两个哥哥的描述 曾凡胜确实很像一个 没有神志的野人 但专家们也无法下结论 湖北出现怪异猴娃 行为异常长相奇特 难道真的是野人的后代吗 刚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专家们猜想曾凡胜或许是基因问题 但他的父母并不是近亲结婚 其他五个兄弟姐妹也很正常 这个猜想很快就被否决了 几位专家猜测 他是否真的是野人的后代 为了调查清楚猴娃异常行为的原因 几位专家提出 把他带回北京做检查 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他父母的拒绝 他们不想让孩子被当成怪物研究 这件事就此作罢 专家们只能带着拍下的影像资料 回到北京 几年之后 猴娃的事迹被媒体大肆报道 许多人都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一位研究古猿的专家 决定去一趟湖北 看看能不能提取猴娃的生物样本 研究他有没有古生物DNA 就在这时研究人员 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猴娃已经去世了 父母离世之后无人照顾他 因为食物中毒不幸离世 征得同意之后 专家们把他的尸骨运回了北京 解剖之后他们发现 曾凡胜的脑容量很小 连普通人的一半也不到 这就造成了他智力低下 连正常的语言功能都没有发育出来 曾凡胜患上了一种名叫小脑症的疾病 这使得他表现出一系列的反族现象 并非是野人的后代 不过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